2023年11月20日老王不止三分钟 重点整理本期重点整理如下 1. 美股在11月出现大反转但仍然处于高估状态 2. 美股高估的两大原因 一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上升2 SP500企业获利衰退 3. 美股高估问题的解方 一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下降2 SP500企业获利改善 4. 根据历史经验美股在11月至12月上涨几率高 5. 台股在11月至12月上涨几率也高 6. 投资时应注意投资标的的风险 并避免高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陷阱 本期重点分析解释如下 1. 美股在11月出现大反转但仍然处于高估状态 这句话是整段内容的中心思想 也是老王在节目中想要传达的重点 老王认为美股在11月出现大反转 是因为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下降 但美股仍然处于高估状态 因为SP500企业获利衰退 2. 美股高估的两大原因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上升 SP500企业获利衰退 这两句话进一步解释了美股高估的原因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上升 代表债券投资的吸引力增加 因此资金会从股票市场流出 导致股票价格下跌 SP500企业获利衰退 则代表股票的内在价值下降 因此股价也应该下跌 3. 美股高估问题的解方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下降 SP500企业获利改善 这两句话说明了美股高估问题的解方 如果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下降 资金会流回股票市场 导致股票价格上涨 如果SP500企业获利改善 股票的内在价值也会上升 因此股价也会上涨 4. 根据历史经验 美股在11月至12月上涨几率高 这句话是老王在节目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统计数据 根据过去22年的数据 美股在11月至12月的上涨几率高达78.79% 因此老王认为美股在12月仍有上涨的机会 5. 台股在11月至12月上涨几率也高 这句话是老王在节目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统计数据 根据过去22年的数据 台股在11月至12月的上涨几率高达75.93% 因此老王认为台股在12月仍有上涨的机会 6. 投资时应注意投资标的的风险 并避免高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陷阱 这句话是老王在节目的 结尾提醒投资人的注意事项 投资时应注意投资标的的风险 并避免高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陷阱 这些投资陷阱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投资人应谨慎为之 希望以上内容有帮助到您